本節目不對不特定人推介任何股票 我所論述的股票是我會員手中的股票 各位觀眾各位不特定人 不要去買賣我會員的股票 今天台股大跌 來我們先看一下 台股大跌169點 我為什麼收大跌 明明禮拜五 美國的收盤道瓊創新高 納斯達克創新高 S&P500也創新高 台股怎麼會跌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叫納斯達克 我為什麼只拿納斯達克不拿道瓊 因為道瓊比較跟台灣互動比較沒有那麼深 那納斯達克跟台灣的指示互動 密切連結性最高 好 他也沉浸下來 然後連續五天拉出五天的紅黑線大漲 創歷史新高 好那這是台股 你看到台股嘛對不對 好台股一樣是下來啊 可是這五天呢 甚至連今天 連今天都破底 這叫破底嘛 我畫了這條線叫景線 也就這一個月以來 如果用指數來講 講大盤來講 就這個月以來你買台股的人全部套 因為今天收盤創 這一個月以來的新低 剛好做了一個頭 可是納斯達克是創新高啊 S&P500是創新高啊 道瓊是創新高啊 結論就是 從7月1號我就告訴你 台股在這裡叫高難度操作 這就是事實吧 我講的你不相信 可是它是事實 你不得不相信吧 因為今天 今天台股是創了一個月以來的新低 好那再來呢 這是個股嘛 那我把股票拿出來 給各位去思考一下 來 這是代表性的股票 這叫台積電 這是7月分 這個月以來 你看到嗎 你看到台積電這個月的月線 有它曾經往上拉到615 可是下來 我講叫結論 今天的收盤叫收盤價 今天台積電的收盤價 也是創這個月的新低 收盤啊 看到收盤 創這個月的新低 那創這個新低 那創這個新低 這裡是月初買的也都還好 除非你去追高 也就是它的成本 其實也都在這附近 只是你買台積電 你沒有賺錢 那除非你去追高嘛 否則 因為只有這三天是高點嘛 其他都在這裡幾乎是橫盤 但是今天是收盤 創這個月的新低 連買台積電都賠錢 你告訴我 你說想一想 安慰各位 給你安慰一下 你這個月做國要賠錢 剛剛好而已 因為連台積電都賠錢 如果是 你們是僥倖的人 什麼叫僥倖的人 工鐵王 這支工鐵王 鋼鐵人 鋼鐵人 鋼鐵王 你去追鋼鐵王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 我常常就拿國具給各位看 2327的國具 被動炎件的國具 國具 在三年前就1300塊 那時候基本面比現在不好 現在是每一季就賺一個股本 高點三年前就夠了 我說股票 基本面很重要 但不是絕對 最重要叫籌碼 丟掉 來 這叫陽明 你看 我們用陽明 陽明 這是這個月 從240得到今天134 我應該這樣講 因為有很多人 尤其是小白 什麼叫小白 年輕人 衝 用融資去衝 我跟你講 有些人真的很可憐 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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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就像韓英國 這一輩子來第一次做股票 我們所謂第一次就是 剛進到股票市場 就是這些小白 剛才去衝 每天衝 融資去衝 然後 以今天來講 幾乎 我告訴你 他以前賺的錢沒有了沒關係 可能未來還有 要還好幾年的負債 要還好幾年 來 從234.5到今天134的收盤 我跟你講 用融資的是斷頭再斷頭 什麼叫斷頭 你拿100萬進來做 如果對這些年輕人 100萬算很多 因為他們在這個社會上 時間沒有很長 你拿100萬進來 好 很厲害 你玩喔 你賺100變200 如果100你進來又輸一點 你不會玩 像這種股票就是你進來100 哇好厲害 你就變200 那你 我請問你 有多少人像我的會員一樣 我會交我的會員說 假設你200了 你100本金要拿回來 但是這些小白不是啦 200繼續用200去衝 200就是200的融資 用200做了500萬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贏的多 野心的大 擴張信用的多 這次下來 就這樣下來喔 我用雅敏 它是什麼 我覺得它這個換例 很多類似這樣的股票 這些小白 這些年輕人 本來100賺100的 所以在這200輸光了以後 還倒賠100 那什麼意思 你本來欠100萬 你如果要衝股票 你變200萬 你賺100萬喔 這沒下來打下去 你這兩百萬不但不見了 你還道欠100 那100怎樣 你都沒錢啊 我做的時候 我常常跟各位講 股票市場每天都在 就像我為什麼帶 會員做六七的常識 因為它不能融資啊 它永遠在啊 你不會斷頭啊 對不對 就算抄跌它還是會回到 原來的位置啊 抄跌還是會回到原來的位置 還要回到那原來的位置啊 所以有時候抄跌忍一下嘛 像長榮這種股票 像航運股這種股票 我告訴你啊 可憐啊 一世人不再做 還要欠200萬 做一次這個航運股而已 所以後面還要開了 你還有後面好幾年 他必須還債啊 所以我為什麼我常常在講 我說為什麼就籌碼好呢 2609的陽明我來 我用一個給各位看 這個我有講過很多遍 我這張股票叫籌碼 好 我都可以馬上拿出來給各位看 來 看到這裡來 台行出售3209張陽明的持股 持股利益4.97 好 這是企業藥喔 這叫企業藥喔 來我們看他賣多少錢 166.92 他上面沒有賣很高啊 來我們來看 看陽明 166.92就是167的意思 167在哪裡 謝宜在這裡 他有賣很高嗎 沒有 他賣167你會笑他 你怎麼還滿 因為這裡還到234 他在賣這裡 他這裡賣啊 對不對 還有到234 我常常跟我的會員講 投資做股票 你不是想要賺 就是你想要 連高點你都要賣到 你運輸的啦 股票市長你 我們就策略 你該賺多少 就開始慢慢陸續 陸陸續出場 好 那今天在這裡 這叫134 他賣這裡 他賣這裡 不是賣這裡 他賣這裡 還上去然後下來 各位 我再問你一遍 這我講過很多遍了 這我用台行 講給各位看嘛 對不對 我講過很多遍啊 這裡啊 我說股票市長 人家在賣 人家在賣股票 太多錢你知道嗎 來來來 我看他成本多少 好像是十幾塊而已 台行 台行的成本好像才十幾塊的樣子 十二塊啊 每股認過十二塊 每股認過十二塊 結果他賣一百六十七 賣一百六十七 那我請問你 任十二 賣一百六十七 那多出來的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九 一百十九 賣任十二塊 賣一百六十七 一百五十五 一張賣一百六十七千 一張賣一百六十七千 一張賣十六十七千 那多出來的十五萬五千 寫富的 這些小白嘛 還有哪些人 還有那些投顧老師啦 那些投顧老師 那些投顧老師 趕緊收錢 趕緊去買行業股啦 對不對 他賺走啦 那你們手上有行業股的 你不但是賠了會會 還賠了價差啦 我很想啊 我其實我講過 我很想帶會員做行業股 我可以收很多會員 會員我可以賺你兩千萬 每個月賺你兩千萬的錢喔 那我為什麼不要 因為我沒有去 逮到二十塊的陽明 我沒有去逮到三十塊的長榮 所以我就不敢叫會員買嘛 你到一百五我怎麼敢買 三十塊我沒有買到陽明 二十塊我沒有 二十塊沒有買到陽明 三十塊我沒有買到長榮 我怎麼敢買去買一百五 買一百六買一百八 我也明知道我一百五去教會 買長榮買 買陽明我一定會賺很多會 因為很多人都有啊 那你去買大家就 謝老師有長榮 我陽明我怎麼對著 因為你有嘛 那不是一年我是有辦法 好再來再看 另外就是 我在講一遍 講股票我講利潤 買賣就賺錢 你管他什麼股票 來再看這檔叫什麼 叫高端 被市場打得稀里花啦 這是這個月啦 這個月在這裡嘛 他一下來啊 他也被打到下195.5 好我們不要講最高講今天就好了 講今天 好那我們看一下 來 今天大盤 跌了200 跌了169點 來 今天你的股票 假設台積電 你心情一定不會很好嘛 假設你今天的股票 你叫陽明 你心情更不好嘛 假設你的股票 你今天的股票叫高端疫苗 你是漲的 你心情當然會好嘛 股票市場不是這麼簡單而已嗎 今天你的股票漲 不管你以前成本多少 你今天股票漲 大盤不好 大盤不好 大家心情就很低迷 可是你的股票漲 你心情就好嘛 對不對 不管你買多少錢 其實其實高端疫苗 這個月 我說你請問你是追高嗎 不會追高嗎 因為這裡我常常講講講 上去又壓下來 今天在這裡嘛 同樣這個月你看喔 台積電 我不要說你買高嘛 你小賠好了 可是陽明是很慘 可是高端是賺錢 你就做高票嘛 那當然來看我們的股票 我們的股票是漲啊 雖然已經跌很深 可是大盤跌很深 大盤今天啊 可是我們漲啊 來再來咧 好 這是今天六七一二長勝 今天二十六號嘛 七月二十六 外資買三十四張 好 禮拜四買一百五十四張 禮拜五買一百一十一張 今天買三十四張 連續三天外資總共買了兩百九十九張 那邏輯很簡單嘛 來看這裡 我說股票跌深了 他在這裡修正ABC 那修正ABC 這裡不叫跌很深嗎 我一直在這裡沒有買到 沒有賺到這四十七個百分 這一波下來更低 當然他就進來買嘛 那只是他這個所謂 UMSC01液體幾代堅持值幹細胞 授錢還沒有公告嘛 如果公告就不是這樣子 他如果公告就會變成這個樣子嘛 財務是等來的 這就是今天的六七二常盛 好 那六七二常盛 再看一遍 我上個禮拜也跟你講嘛 他在這裡長一二三四五六 主生段長了六個禮拜嘛 初生段裡面的主生段嘛 那這一波ABC修正 那修正已經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四個禮拜 五個禮拜 連續跌了六個禮拜 那今天這個禮拜 你認為 你認為呢 這麼簡單就好了嘛 剛才說的 連續買三天 買了299張 他股價來看 今天股價才302張 也就是 今天假設把它換算 今天302張 其實幾乎就是 應該可以算 應該可以算 我可以這樣算 繼續看 來看這裡 我們看日線 來 這一天的均價 均價311 這一天的均價 平均 均價也是311 今天的收盤 也是311 均價也差不多 所以 外資買了299張 禮拜四的平均買的價錢 叫311 禮拜五買的平均也是311 那今天收盤也是311 也就是 他買了299張 如果把它 我們把它簡化 因為今天302張 也就是 我們叫做 禮拜四禮拜五加加 等於今天外資 這成交的302張 全部都是外資買手 這麼簡單而已 我們把禮拜四禮拜五 拿到今天來 就是今天所有成交的 302張 就是等於是外資買手 那如果用這麼簡單的邏輯 你告訴我 311 你認為是高點還是低點 我問你好了 但是這個禮拜 因為非常重要 因為已經連續 6個禮拜的修正 那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真的面臨很重要 什麼叫重要 因為來到這裡 它會變成一個 所謂的 箱的箱頂跟鐵板底 箱頂跟箱底 也就變成箱底 會上去碰下來 所以這個禮拜 就大概這個範圍裡面 那這個禮拜的範圍 就很好去做價差 那當然 這是我會員的權利 那如果想 想要的來參加 來參加會員 好 那再來就是講的就是 既然來 下一段我們來講的就是 既然高端疫苗這麼強 疫苗絕對是未來一個 很重要資金板塊進駐的地方 尤其這個禮拜 亞洲生技大展結束 那陸陸續續發表 陸陸續續可能有些壽錢 會慢慢地蹦出來 剩一股絕對不會寂寞 不過又再想一想 我AZ打完了 到今天看我滿一個禮拜 那我打最後第一劑我想的是什麼 我開始在算了 我大概10個禮拜到12個禮拜 我要打第二劑 因為第一劑的保護力 大概7成上下 打第二劑以後才會完全的保護 AZ 對 可是我每天都在等什麼 看看新聞有沒有說 疫苗要再進來 可是好像 好像已經過 如果AZ來講 上個禮拜疫苗沒有進來 是上禮拜進來了 那這個禮拜呢 這個不就異敵了 那你會說應該疫苗要進來很多 可是怎麼沒有 那知道什麼 你沒有辦法掌握自己有辦法生產疫苗 每天都會緊張 像我就是啊 我講過我打AZ 打了以後 是我這輩子打過所有疫苗裡面 最痛苦的一次 我連智慧的疫苗都打也沒有感覺 可是這次打AZ24小時以後的 後面10個小時是 等於是迷糊狀態 那我才發現說 哇 緊動 新冠會很緊動 非常毒啊 你看看那個 那個環狀的環狀 環狀的環狀 環狀環狀病毒 環狀環狀病毒 哪說不會做 那個很痛耶 前生 有人說如果那個環狀環狀 那個如果連起來人會死嘛 有人是這麼說嘛對不對 那這代表也是很毒啊 那一劑要三四千塊 我打也沒怎麼樣 很正常 身體還是很快就等於製造了 所謂抗體出來 可是這次新冠會員 我是打AZ 聽說打莫德納 第一劑打下去叫小魔王 第二劑打下去你就變成大魔王 大魔王就是很痛苦啊 那我必須要去等第二劑 我開始在緊張了 我當然我自我緊張啊 政府疫苗還沒再來嗎 什麼時候要來 對不對 已經上個禮拜沒來啊 然後進來才七八百萬劑啊 我們台灣 兩千三百萬人 如果涵蓋力要八成 總共要多少 八成兩千三百萬 我們把它抓到 抽起來都夠 大概多少 大概四千萬劑啊 對不對 用八成來抓啊 大概要四千萬劑才夠啊 現在才進來八百萬劑 七八百萬劑而已 所以誰掌握疫苗 這個是 這個叫做國安啊 好 那等一下我講 休息一下再回來 有些細節 ↓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本节目不推荐任何股票 好 那今天大盘 震荡整理 我说 横盘会出标股 那我刚刚也讲过疫苗 目前台湾 没有自己的疫苗 台湾连经典代工 都是全世界第一 台湾最优秀的人才 不是只在电子股 而是在 医学医药类股 那我请问你 如果用投资的角度来讲 台湾的生股 未来会创造很多 我们叫天使投资人 因为天使投资人 投资生股 生股老实说 没有基本面嘛 可是他如果拿到药证 拿到潜力金 我告诉你 标起来就是可能 五倍十倍 二十倍三十倍 你看莫德纳这三年来 涨了十四倍 莫德纳刚开始的时候 还被人家笑 是不是被人家笑 嘲笑 你才认为说 这个不科学 结果莫德纳这三年 涨了多少 涨了十四倍 那讲到莫德纳 台湾也有 来 台湾也有MRNA的技术 这是国民党立委 来往下看 国民党立委指出 翁启卫的跟助理 在2018年 就有跟美国申请 一个以MRNA技术 相关的专利申请 所以台湾 是有这个能力的 再来 这是我说上 这个礼拜 亚洲生计大会 翁启卫发表 次世代广效疫苗 吸睛 好 这是礼拜天 闭幕的 2021年的 亚洲生计大会 特别邀请 前中央研究院院长 欧尔夫奖 欧尔夫奖就是 次于诺贝尔奖 翁启卫 研究员马策 介绍他最新的 次世代广效疫苗 研发 研发后面最重要 叫成果 如果至于研发 还在研发 成果就是代表好了 好 那当然参加到有 AZ跟焦身的代表 我想说已经有 线上有疫苗的人 那应该是广效型的 他是优于 那国防师就不用讲了 他是优于高端 更优于联亚 因为他们是第一代 他是广效型的 叫次世代第二代的疫苗 所以我写一个第二代 那我们来看高 来看 来 你看高端278点 最高各位知道吗 417嘛 对不对 最高417 连亚呢 连亚在这里300 连今天也涨 你看今天 第一支疫苗 没有成功的 国防生也涨 六四七第二支疫苗 高端也涨 最高417 第三支疫苗 连亚最高300 今天163 这些疫苗股都大涨 那 我已经告诉你了 怎么叫广效型 它对所谓的变种的病毒株 更有效 比第一代的这些高端 比连亚更有效 那已经有 研发已经成果了 再来 我应该跟他们讲 那既然研发成果了 就等什么 人体试验 就是等会找人来做所谓的事业 就是第一期 对不对 那既然有成果了 后面的动作 你应该就在一起 开始一起的时候 一定先标给你看 一定先长给你看 好 那长一段你要休息 到二期的时候 再长给你看 再休息 这也是三期的 这就是幼症 所以一段一段一段 何况他现在才几十块 苦疾了才几十块 好 再看一遍 疫苗研发成果 好 那什么叫几十块 来 因为这家公司 我也给各位看过这个内容 这是市场估他的潜值 潜力 他要的潜力有千亿元 好 这是2013年8月 8年前 因为中国研究院记转很多给他 包括社会线癌症 抗脑膜炎的W135的疫苗 那当时就预估他超过1000亿的价值 那时候是2013.8 就是8年前 8年前 好 那我用7月1号的市值 他7月1号市值不是要1000亿吗 可是7月1号市值只有65.7亿 那如果他涨到1000亿要涨15倍 这是7月1号 那这是今天 今天是7月26号 他的市值才92.3亿 那如果要涨到1000亿要涨10.83倍 所以为什么我在讲的股票 可能倍数都是很大很大 但是再讲一遍 因为我不介绍 你要参加我的会 你才知道是哪一档 你才知道怎么买 再来 买了不会马上涨 不会一天就涨 不会一个礼拜就涨 因为要买得到 要买得到 你破掉你叛得到 打电话 没同一个时间 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